那位电影里正宗的三位中国级超级英雄 和国产的超音差距有多大 那位在国内影响不小 国内也修得了这股商机 纷纷闻风而动拍出各种山寨超音大片 国产山寨蜘蛛侠快递侠 蜘蛛侠是那位旗下名气最大的超级英雄之一了 国内看到这份蛋糕自然是不甘落后 而由各大影业联合交出的答卷快递侠也极其离谱 这部以平民英雄为题的电影 不管是设定剧情还是能力 都大胆山寨蜘蛛侠 作为阉割版蜘蛛侠的快递侠 白天默默无闻送快递 而到了晚上就出来成恶扬善 浑身上下散发着正能量的光辉 而剧中除了山寨蜘蛛侠 更有山寨X教授 暴风雨等众多超级英雄 作为中国本土最大的IP孙悟空 可以说是翻拍无数 而超级英雄大片时代的到来 也让孙悟空紧紧跟上潮流 出现了战斗机甲孙悟空 这流线型美感身材 加上金属质感 要不是长了张猴脸 真得以为钢具甲穿越了 剧情更是狗血无比 简直是造型剧情两开花 再看看漫威正版的 中国超级英雄王 来自一个法师家族 祖先是一位中国的僧侣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第十代祖先时 遇到古一法师 从子家族开始为古一法师服务 所以王是一个中国人 在奇异博士中 王是卡玛泰基的管理员 之后一直在奇异博士身边当助手 恰巧的是饰演王的演员也叫王 并且也有中国血统 古一法师 第二达斯文顿饰演的古一法师 让更多观众了解到这位独特的演员 以及古一这位超级英雄 虽然电影中是英国人饰演 但古一是实打实的中国人 他出生在喜马拉雅山 原本是一个农夫 后来成为至尊法师 守护西藏卡玛泰基 虽然在电影中因为政治原因有一些修改 但是幅画道都非常还原西藏特色 给奇异博士看的魔法书 更是有脉轮针就这样的传统中国文化内容 不得不赞叹导演的细心 上气 由于最近漫威宣布将开拍上气真人电影 于是这位中国超级英雄 进入大家的视野 上气是一位比较接地气的超级英雄 能力是分身和体术 出生于中国河南 从小和父亲练习学武 并成为功夫大师 而他的父亲郑祖却是一个大反派 值得一提的是上气的原型是李小龙 这任电影将由加拿大华裔演员刘思木扮演 你还知道哪些国外创造的中国超级英雄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评论 字幕志愿者 李小龙